芯姆 想頭髮維持著好美 不少人都會定時用這些 洗洗式髮膜來加強護髮效果 不過不懂怎樣選及怎樣用 隨時令你 市委會最新測試了50款髮膜樣本 發現不少都含有自敏成分 原充之一就是可致敏防腐劑CMIT-MIT混合物 他们的致敏性较高 部分人用了之后可能会出现含氧 甚至皮肤炎等过敏症状 消委会的检测中 有五款样本验出CMIT-MIT混合物 其中这款样本的含量 更超出内地和欧盟标准所指上限1.1倍 另一款验出的总量也非常接近上限限值 标榜天然有机的发膜产品 是否一定安全点可以安心使用 答案是No 不一定的 坊间不少的发膜均标榜有机天然 无添加化学成分 不过测试发现有两款检出油尼甲醇 其中一款更以天然有机作为卖点 所以大家买尽信产品声称 对甲醇过敏的人时更加要小心 人人都想自己把头发香喷喷 但是香味太浓的活化产品 随时潜藏致敏危机 认住这26款香料致敏物质 按欧盟条例的要求 如果该等物质达到特定浓度 就要在标签列明以提醒消费者 测试中有过半样本 检出3-9种香料致敏物质 而这4款样本更分别检出这两种 欧盟和内地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 大家要小心 想用发膜护发无头痕 就要参考消费会给你的小提示 一般只需等约5分钟就可以充洗的型号 比较适合发质受损程度不大的人使用 发质较幼少的人士 密密用深层修护的发膜 有机会令头发看起来更立 反而更难疏离 最后大家要留意这类护发产品常见的成分 当中不单只可能含有怀疑内分泌干扰物D5 还可能污染海洋 长期使用有机会对生态构成长远影响 想知更多点减发膜的小提示 记得看第547期选择月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